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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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汽車教授 艾比爾環保生活 科技領導品牌 耶 這我要怎麼開頭什麼節目 派車小高高 好來搞一下啊 這個我的手牌的M135 它又放了一陣子了 最近不是在清倉 全部修理場都被我們擠爆了 後來我千辛萬苦 找到了一間 願意幫我們整理這台M135的店 而且這個也是YouTuber 絕對爆發 不是聽他的名字 不知道他在幹嘛 這個是一個修理場啊 叫做這個橋光 它有蠻多間店 它應該是在做一個連鎖底戲 我也是因為這個 之前看的那個Alan的影片 後來我就問了Alan 我想說有沒有辦法這個合作拍一下影片 Alan就幫我們介紹聯機商 讓他檢查一下我們這台車 這個我看了一下呢 我現在已經這個定了排檔頭 方向盤 我就去林口讓他檢查一下 看看這台車 到底要搞哪些東西 處理下去了 走吧 來到這個橋光汽車保修聯盟 這個是莫老闆 大家好 因為我看他在這個保修聯盟這一塊 我覺得理念跟我蠻接近的 我在中古車呢 我是希望我們的客戶呢 買得很透明安心 然後莫老闆呢 他在這個保修這一塊 他也希望消費者可以 不要免得好像迷途小羔羊一樣 被人家怎麼窄的都不知道 至少要透明 那這次呢當然有機會 剛好我這一台首排的 12年的這個M135 我們剛剛已經有跟莫老闆講了 這個我們的車子的整備啊 大概都是以這個未來一年為一個目標 也就是一年之內呢 我們覺得預期可能會發生損壞的地方 我們就提早把它整理好 所以這一台順便開來試試莫老闆 試工夫他 試工夫一下 沒問題 因為聽說這個全省 我們這個保修聯盟 有一百多間的保修廠 所以趁這次機會呢 除了來試工夫以外 再來跟莫老闆呢 了解一下說未來有沒有機會 提供給跟小事買車的客人更好的服務 尤其是全省這一點是蠻吸引的 好啦那就這一台呢 我們這個觀眾朋友就期待 由我們這個喬光這邊呢 來幫我們做一系列的檢查 還有整理的這個紀錄 跟觀眾朋友分享 那就處理下去啦 小事哥的這個M135 因為他是來讓我們全車檢查 那全車檢查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一些地方 有需要更換維修的 那我們會在這次一起處理 那我們現在就跟大家說明一下 有哪些地方這次會處理的 我們現在是看到他是冷卻系統 這算是這個年份的車子 有這個問題 也算很正常啦 進場的時候 我們先做一個全車的巡檢部分 一般來講 這台車進場的時候 有發現漏油 有裡面的漏油 我會顯示一下 很多人就是包含原產 很多忽略一點就是說 冷卻系統這個東西 漏油的東西 我們可以就是說 看到地上來攤油 裡面的機油燈沒有亮的話 或許還可以開一段時間 但是冷卻系統 溫度搓上來直接燒運氣 所以我們會著重於冷卻系統上面 這台車是要賣給下一個客人用的 所以我們在審核標準上面 我們是以認證車的方式 下去做他的審核標準 變成說所有的系統 我們會相對的嚴格一點 包括水箱冷卻的部分 我們有發現說 他有滲熱的危險 然後接下來什麼時候會爆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把它評估下去 當初進場的時候 這台車是亮故障的 裡面就是唯一是一個 ABS的輪速感知器 這種車的通病 就把它換掉那是小錢 然後上面因為我們有看到他明顯水痕 這邊都有水痕 那時候我們都有附送一些照片給他 然後最主要是他冷卻系統的冷卻液有少 後來有稍微 因為要移動車子有添加過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部分把它做更換掉 那這個更換冷卻系統就是 整個車頭要全拆掉 兩個讓他整個 完全的恢復到最佳狀態 然後至於油底殼部分 就是我們要把它拆下來 換上原廠的墊片以後 再把它確實封好封上去 然後這一台我們在拆開的時候 發現這邊整排都是牛 這邊有很明顯的油丟 這個這邊都把它更換掉了 就是已經到達一個壽命了 然後其他的巡檢項目 因為我們廠的項目有大概37條之多 其中有包含用內飾性 就要去做一些比較細油的地方 尤其是水路跟油路 還有所謂的空調系統 就要去做關排 一個的縫隙比較窄 我們看不到 所以很多的可以忽略的小細節 正常來講這兩邊都是塑膠 很明顯的一條 這個是水 所以水是從上面流下來的 正常來講它像這邊一樣 正常來講它像這邊一樣 整個乾的 可是到這邊來 整個油了 好我們現在開始擦電了 我們看到就是一個所謂的輪速 也是我們所謂的ABS那種感知器 所有的延伸訊號都是 我們在看的時候 基本上只會看有安全上面的東西 才會去看 像譬如說第一個這個中央閘道 它這台車有可能是改過音響 它要的是這種音響 它不影響安全性的 它跟車身電腦沒有搭配的 它這台兩個故障碼出來了 然後像這邊所有的全部都是輪速 像其他這些所謂的 嚴正的故障碼裡面 因為我們台灣的濕氣比較重 有時候會導致於說 有一些陷入歐姆池過大 像這些都是 然後它好像 就是後面會有一個間歇 或者是永久 間歇會代表它當時接觸不了 可是我們車子開開 熱了以後 恢復了 它只是把它記錄下來而已 但永久的東西 就是代表它已經損壞了 所以這台的故障碼來說算是非常的輕微 有些甚至可以不用擬它 所以我們會建議它處理的是 桌前輪速梗汁器 其他我們就是施工當中的話 我們會錄起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做零件的選擇上面的話 像這個有幾顆墊片 原廠還是最耐用 所以我們還是選擇原廠零件 因為我們在選擇零件的方向就是 如果它能夠有改良版的 比較耐用的我們會選擇 如果當時它沒有出改良版的話 我們會去做原廠零件的選擇 像水箱所謂的熱交混器部分 我們本來橋關就有一間配合 它是所謂的改良版廠商 它的散熱係數是針對台灣市場設計的 然後像小隻它有要求說 它水棒譜部分一定要更換掉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水棒譜 我們也是選擇 能夠有改良的盡量改良的 因為這個時間施工比較長 我們今天就是先來做一些 初步的拆的動作 當初這個水箱 我們是有看到痕跡 原本就應該像這種 像整個黑色的 這邊就已經退化了 如果這處我們沒有把它攔截住 接下來這台車有可能就是 這邊管頭直接等個斷掉 所以我們當初我們會建議更換 好這時候我們水箱拆下來了 然後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這邊腐蝕了 秀掉了 漏水點1 漏水點2 因為這邊是上水管 是沒有散熱過的時候 到這邊 所以這一支比較容易出事情 那我們現在拆結溫器 正常來講結溫器 而且尤其像這種電子結溫器的車 在冷靜系統換的過程當中 它不一定要換 然後我們今天要換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有看到它的肉質 師傅我看那個架子 蠻特別的 沒有看過的 喔對 因為我們今天 這一台接下來要做的是 換這個油底殼這個墊片 油底殼墊片 因為雙B的車子 它油底殼那邊有橫一支大樑在 然後大樑上面有 就是說有固定引擎的引擎腳在 然後勢必說 我們要整個把它拆卸下來 如果上面沒有 會擋到是不是 對一定會擋到 因為變成說油底殼會卡到大樑 所以基本上 我會把它先從上面 把它架著固定住 當我在拆引擎腳的時候 有沒有 它引擎就會掉下來 所以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頂高以後 下面的大樑 包含方向器那邊 就可以完完整整的 慢慢讓它下來 然後把它整個清乾淨以後 才有辦法上膠到正確的密合位置 才不會說 萬一一個蔬絲 哪邊又沒多久就漏油了 因為這種墊片它非常長啊 裡面只要是一個小蔬絲 就有可能漏油了 我們要確保說 每個環節都是OK的 那我們現在如果頂起來 是看得到那個臉部嗎 欸對 我頂起來讓你看一下齁 到底就是在裡面這一塊 這麼長的一塊 所以當我拆一些螺絲下來的時候 這邊空間不足 勢必是會卡到大樑 所以我這邊整組要下來 然後它的引擎的部分 就是這邊 左部固定租引擎 我這邊要拆掉 如果上面沒有固定租的話 整個引擎就會往下走 就是整個大樑都要拆下來 到這邊 它是可以讓我們有工作空間的話 有沒有 只會在上面相思過這樣 那今天這台BDW135的車 我們在有底個拆下來的過程裡面 我們把它一些表面都處理好了 然後現在要做回裝 那為什麼要今天要做這個動作呢 一般來講呢 我們會說拆下來以後 再裝上去 電片換新的就好了 但是為什麼 新車從出廠到漏油 它會間隔那麼久時間 八萬十萬甚至十五萬公里才漏油 原因就是因為 它們任何清除表面 它們絕對是完全到乾淨平整的 再裝上去 那時候電片沒有任何縫隙 那時候才是完全不會漏油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 盡量處理的話 把它完全磨到平 所有雜質都磨掉 還有這些面 都是花了大概兩三小時的時間下去 把這個表面磨到盡量能夠平 再去做組裝的動作 這樣能夠確保它完全不會漏油 然後最起碼 它能夠撐的可能接下來 就撐個五萬十萬公里 甚至要十五萬公里 才有可能一點點的油膜產生 然後我們現在在進行組裝 我們又來到了這個林口的 喬光汽車聯盟總店 我們一三五這台我的手牌IG 終於經過了七七四十九天 沒有沒那麼久了 我們算第一次合作嘛 你有沒有訝異到以中虎車來講 我們的標準 其實算OK了吧 非常高 應該說 我沒有遇過這麼高標準 你這樣會得罪你其他的那些 都很好 都很害我 但是你的標準確實是很高的 確實還不錯啦 還可以 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在弄車子是站在消費者的角度 或者是說 有時候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形 連我們自己都看不過去 比如說最常見的就是有燈消燈 有油洗乾淨 所以那個對我們來講有點心鬆 會有一點芥蒂 所以想說弄好 我們晚上睡得比較安心 而且我跟你講 我這一次是來給莫老闆考試的 他這次考試成績如果好的話 以後我們接下來就有 無限放他的機會 因為兩個人對於這個 我們自己行業的那種要求 都有一定的執著在裡面 好啦那接下來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看我們這台車弄了哪些東西 那首先我們來我們這個車 我記得來的時候是有輛ABS的 它就是輪速感知器 其實算是耗材 因為它裡面是會有電池的 那個電池又不能只換電池 它是瘋死 所以就整個換掉這樣子 所以我們換了一個左前輪速感知器 然後再來就是 本來這一次就是來做大保養 所以機油 機油心 然後燃油性統清潔 然後全車巡檢 然後變速箱油 再來就是冷氣吸空氣吸 這個標準都換掉了 因為我知道你對冷卻系統也很在乎 非常要求 其實它在做之前就已經跟我說 水棒譜你想換掉 對 然後水棒譜是有可能導致冷卻系統故障 然後害你的引擎會出問題的 重要的原件 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說它壞了 但是它是預防性更換 它本來給我的單子是沒有水棒譜 沒有這個 然後我跟他說我想換 因為我可以確定說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我的消費者 我在幾月幾號幾公里的時候 我換過這個東西 我放心它也放心 是而且在我們這邊換我們自然就有保固 就算你賣出去我們是認車 那我們看到的是確實水箱是有問題 比較老化 那因為對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一樣很重視冷卻系統 所以水箱跟節溫器 我們就建議一併換掉 那個水箱你們檢查出來是什麼樣的老化 也是預防性更換 也算是預防性更換 就是覺得它的那個狀態不是那麼好 那個騎片啊等等的那些狀態嗎 主要不是騎片 我們遇到很多的都是 它不是複合材質 一個是塑膠的 一個是中間是alumi的 它都相近的地方最漏水 就是它 我們把它定義在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期它會出現一些鋁粉 然後第二期它就會開始滲一點點的水質 然後會有結晶的顏色 對對對 其實那個跟你們換的是不是純水 沒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你看到那個很像是結晶 它那個是鋁粉 它不是 不是人家說什麼 水垢 你如果是硬水的水垢 它會變成整坨在你的水箱蓋那邊 會整個都是 都是白白的 對對白白的 對 但是你這個不是 因為它本來就是alumi的東西 所以它會滲那個東西出來 可是看到有那個顏色的結晶的時候 就代表隨時要爆了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集有講過 就是其實它很煩 它不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這樣 它不是這樣子 不一定 有時候第一期就跳到死了 對 直接跳死掉了 這個東西很煩 因為你如果不換它 你害你的引擎受傷 這是得不償失 所以我們的標準是 我只要看到它有第一期症狀 就處理掉了 還有一種就是水管 它本來是黑色 它變咖啡色 表示它要脆化了 那個也是要預防性能換的 預防性能換 我最喜歡就是這樣 我們家做完冷卻系統之後 一定會做一個 其實大家應該都會做一個加壓測試 可是它還會做一個極限負壓測試 這個比較少聽到 我們看有沒有嚴重的漏油 因為這個車子也是有一定的年紀的 那我們主要都會看那個 曲軸後油風 這個地方你看都很乾嘛 這邊稍微一點滲油 才還好 也沒有漏水的部分 這邊有 因為最後的一個 我們還沒做一個清潔動作 有點算是 我們在上面加油有一點漏下 對對對 因為我看這裡也有 這剛好是倒油的地方 所以我們底盤還沒有 最後收尾清潔動作 要清一下 對對對 它整個大清潔 然後我們換的是有底殼的墊片 這怎麼下來 那我剛剛看這邊 這個側面這個有一點點的油氣 這個是哪裡的 這個都是殘油我們還沒洗 因為那時候有流下來 我們有做這個表面清潔而已 這邊還沒洗到 所以這個是變速箱的嗎 因為它手把變速箱 所以這是引擎的油 變速箱目前也是乾的 所以它裡面都是乾的 好 所以漏油的部分 基本上就都處理了 因為那個墊片本來就是正常老化 期間到就是要換 對 這個也不算是什麼大毛病 然後水箱也換掉了 那我們要換了什麼東西呢 然後還有水棒譜 水棒譜也是 也是裡面 然後輪數也是 哦輪數乾系 左前輪這個的 對 左前輪這一個的 這裡 對對對 這新的 那線是新的 一看就知道是新的 其他的都沒有什麼大毛病了 因為一般來說 很多修備廠都是用鎮壓測試 對 用打的 我們聚哥是用這個打 但是鎮壓測試的話 基本上只能到1公斤而已 我們用負壓測試的話 基本上它的壓力 我們已經打到紅色這邊來了 它的負壓已經到一個極限 我們所謂的負壓測試 只有在一種條件狀況下 才會去做冷氣的測試 抽真空 對 冷氣抽真空 因為它管壁比較厚 所以它有辦法去做負壓測 而且負壓可能到3到5公斤 甚至到10公斤左右 然後我們今天車輛 我們用負壓測試 你看這個水管 水管都被吸到都扁掉了 完全扁的 裡面空氣都完全抽掉了 這時候系統裡面 只要是有任何一個環節 有漏水 它一定會破壞真空 一般比較少會這樣做 所以用這個打沒有辦法打到這個公斤數 打到這個公斤數的話 可能比較脆弱的零件 例如說可能水箱它的管壁 因為它管壁只有26條而已 它可能會膨脹開來 然後一些比較脆弱的那個 它可能 對 所以用吸的比較安全 對 吸的比較安全 吸的只要確認說管子本身 或者是零件本身 有沒有金屬洩漏的危機 然後這個東西 零件我們現在先做一個極限 就是負壓測試 以後確認管子沒有任何漏 我們會再做一個反鎮壓測試 正常來講 我們一般都會打1公斤 但是我們廠來說 都會打大概到15公斤 多一點點 讓它在所謂的熱車狀態下去 做一個極限的高壓測試 很超耶 這樣你才能確保說 這台車子上路絕對是安全的 因為油跟水 對引擎是非常重要的 對 油的話它慢慢滴 可是水的話 真正會燒引擎的是水冒掉 水蒸氣的膨脹技術大 會漲壞東西 所以我們用相當的嚴苛測試 去負壓跟增壓測試 這點是很多人 沒有辦法去做負壓測試的 對 所謂一個極限壓力測試以後 不管是正壓負壓 那冷氣系統還有什麼疑慮在 沒有了 兩邊極限 對這可以非常放鬆 所以剛剛師傅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其實如果你是 肉油不可能是一次機油 就啪噴灑出來 那機率太低了 了不起就是慢慢的低 你在家裡可能 停車場看得到 但是水呢 你只要一爆一炸 那就是一個 車可能損壞引擎損壞 要不然你就是掉家了 所以其實水比起來 在我們的食物上面 其實比機油還要來得很重要 機油不會一次少很多 好 謝謝師傅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汽車教授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剛修完回來又要搞什麼 看到架子又知道是怎麼樣 空運來台 開箱 看出來沒 新款的 新款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有點腿啊 很像趴趴熊 不喜歡這個 我喜歡瑞麗的車頭 所以呢 我進了兩趴 另外一趴我就不拆 因為我拆這一趴已經拆十分鐘了 這應該是二系列的燈啊 所以到時候呢 引擎蓋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不用蓋 所以唯一有差的就是 大包這邊不一樣 它這一組大包應該要延伸上來 才可以裝得下這個 好 我們來看接下來的東西 先打 會變大鼻孔 差的啦 連在一起啦 對 連在一起的 欸 你知道嗎 來鼓方嗎 不是啦 氣霸 保險桿下方的左右兩邊的氣霸 欸 出現了 欸 好像可以欸 應該是會成功喔 欸 你期待一下 我好期待 這全部都弄好了 手牌弄好 阿 汪汪排 對 等一下 等我 這個韓多汝我也是在對岸 它本來是用交換的 就是氣囊用我原本的 可不然我們鎮上不是在研究這個嗎 那後來我就說我不要還你 我要買斷 要不然它本來是跟OG一樣一隻換一隻 所以呢 就是這種 變形蟲形式 然後下面這個四蓋是 Carbon的 然後平靶的 那接下來我們的下一步 我們已經把引擎底盤 肉油什麼都弄好了 大保養也做了 那接下來就是剩下下一步 把外觀搞定 之後再來看看內裝還要 雕些什麼地方 處理 就算是用來的 如果我們要切成的 可以切成的 其它的品質 是用來的 我們要切成的 也要切成的 就是這隻 你不要切成的 又要切成的 之後 那一隻 一隻 現在這台手排的135又來到巨哥這邊了 我們上次已經在喬光那邊維修完 然後前幾天在場內移車的時候 又發現亮ABS跟防滑燈 然後其實上次有插過一次電腦 是右前輪速感知器 而且我看到它亮引擎燈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ABS跟防滑燈沒有亮 所以我們先來看ABS 右前輪速感知是右前 右前 然後引擎燈 不良路段是沒收到輪速 所以那是一級的 對沒收到輪速 右前 好那我們就先飄調吧 之前維修的時候穿過左前 那時候那個 那個喬光的那個莫老闆有問小思 小思後來想一想 想說等真的壞了再換好了 就是要等我們拍片就對了 所以一般如果壞了左前 你會建議大家全部一起換嗎 不會啊 因為車子又有年紀 它隨時要跳什麼都知道 所以就是還是有什麼換什麼 它壞掉的原因是什麼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就壞掉 對啊 所以不是什麼 裡面線路怎麼樣還是 沒有啊 它有時候時間到就會壞掉 就是裡面可能斷路了啊 受潮也會啊 好啦 輪速就在這 有沒有 輪速這一條吧 這一條 前條上面這個盒子裡面 到這邊 摘下來 看一下 我們要比對一下 它這個裝上去是電腦 還是需要那個嗎 不用喔 裝上去就是好好的 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的就是會亮燈 就是在亮燈 好啦沒有燈喔 連引擎燈都沒燈了 對啊 連引擎燈也都沒有了 沒有燈啦 就沒燈了 出動的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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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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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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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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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最後的救贖了 不要再賣了 再留著這只會越來越少 所以這台車沒有要賣 先跟大家講 不要再私訊我了 上次光那個E8的CAMERY 私訊超多 SALON私訊也超多 但聽到價錢全部都咻 所以這台車呢 假設要自己留著 好好收藏一下 欸我收藏這麼多車幹嘛 我500也在那邊 阿現在又多一個135 我開啊 你不開手牌了 所以要練習啊 用這個練啊 不痛 欸你也跟怡婷一樣 附二代練習用這個練習 我跟你講 有一台很好練 熊貓車 好不好 慢慢練啊 就交給你啊 你就慢慢練啊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Avbee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